欧盟执委会正式宣布准备分阶段停用俄罗斯石油 欧盟目前向俄罗斯进口40%的天然气和26%的石油 由于长期依赖俄罗斯能源 欧盟定下六个月时间逐渐脱离对俄国原油的依赖 至于彻底断开俄国石化产品则可能要花八个月 也会豁免匈牙利斯洛伐克让这两国继续使用俄油 欧盟也会对俄罗斯高阶军官银行与媒体采取升级制裁措施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T系统将与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脱钩 针对俄罗斯官媒在欧洲的电视广播服务 范德赖恩指出欧盟不会再向普丁提供任何传播谎言的舞台 要全方面禁止欧盟区内民众观看俄国官媒 我们拧贷三个大约出版国主义罗斯大网址 从我们的船艇舟 他们不会再设定出发到许多质的本质币 在中国奥隐约的形容 在任何形态或形态 在电视频 无级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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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级金顿 或是用电视频的程座 我们有指引这些电视频 Sel级级门 这些闺争的隐ja 范德拉恩最后表示 普丁想让乌克兰从地图上消失 但普丁一定会失败 然而分析指出 当欧盟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时 将导致全球石油价格上涨 而且俄罗斯还是可以把石油卖到其他国家 4月底被俄国停供天然气的波兰 就被揭发是辗转透过德国 继续买俄罗斯天然气 目前欧盟宣示了停用俄油的决心 但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中 最大宗的是天然气 欧盟对于核实禁用恶气 还是没有给出说法 华语新闻梁玉璇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